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今天呢是我2020年第一次一個人在工作室露營 那如果你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話呢 你就知道最近啊我跟哥倫布 就是另外一位英語教學的youtuber呢 我們一起租了一個工作室 所以之後呢2020年大家一定會常常看到這個場景啦 之後應該影片呢都會搬到這個地方來拍 因為就是比較安靜啊等等 以前我都是在房間一個角落坐在地上拍喔 因為其實我也才剛搬來這個工作室不久 所以不知道欸之後可能會有一點不知 然後如果呢想要看我跟哥倫布一起拍什麼樣的影片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呢因為2020年剛剛才開始 你看這個板子很可愛吧 這次我的instagrampo之後呢 就很多人問我這是什麼在哪裡買的 它叫做leatherboard 就是字母版 然後這是我以前在美國買的 不過我覺得台灣也可以買到蠻類似的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換一些你自己想要的字 So anyways Happy New Year 光是2019年 Marian Webster 就是尾世字典呢 裡面其實就增加了1200個單字 也就是說語言呢 除了跟隨文化之外 它同樣也會跟隨著 科技的發展啊 意識形態的發展啊 會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字 所以今天呢就要來介紹 四個2020年你非常需要學會的單字 今天除了教你這四個字之外呢 我也會跟你分享一些這四個字的來由還有背後的文化喔 好啦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Binge Watch 追劇 Binge Watch 那你心裡想說追劇有什麼新奇的啊 就是一直以來大家都會追劇啊 那Binge Watch比較特別的是那種連續追 比如說你一追就把 全部的這一季所有的集數全部看完 那種呢叫做Binge Watch Binge Watch 常常一看呢就是三個小時 常常看到天亮那種呢就叫做Binge Watch 那這跟2020年有什麼關聯呢 其實啊 Binge Watch以前呢是不存在的 因為以前呢在電視時代的時候 我們總是要等到下一個禮拜才能夠看到下一集 那意思到了有串流平台出現 像是Netflix啊 Hulu啊 愛奇藝這種串流平台出現之後呢 我們才有辦法一次擁有比如說50集 然後就一次把它看完 那Binge這個字呢 原本的意思是指毫無節制的去做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通常都會有點負面的印象 比如說Drinking Binge連續喝很多 Spending Binge連續花很多錢 或是Eating Binge連續大吃大喝暴飲暴食 這些呢是以前比較舊時代的Binge 現在呢大家Binge的呢其實反而都是一些影劇喔 那如果你找到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劇 你可以一連就是把大概三季全部看完 超級好看會聽不下來的呢 我們就可以叫做Binge Worthy TV Show Binge Worthy TV Show 如果你想要知道哪些是Binge Worthy Show的話呢 我之前有推薦很多適合學英文的美劇 那大家想要知道的話呢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 那2020年呢繼續Binge Watch TV Shows 好啦那我們來造個句子喔 Do you wanna binge watch Game of Thrones over the weekend? Do you wanna binge watch Game of Thrones over the weekend? 你中文要來瘋狂連續追全力遊戲嗎? Cancel Culture 抵制文化 Cancel Culture 所謂的Cancel Culture呢也叫做 Call Out Culture 所謂的Call Out就是指出某一個人做錯某件事情 那所謂的Cancel Culture呢 字面上意思就是說 取消這個人嘛 那這個人被取消的意思就是說 當他做了這件錯的事情 或是出了這個包之後 他之後永遠的信用通通都歸零了 然後他的專業呢也就是蕩然無存 那這個在英文呢我們就會說 這個人他被取消掉了 He's Cancelled or She's Cancelled 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之前有這個 石虎列車江夢之這個設計師的出包案件啊 這個呢就有點像是一個Cancel Culture 因為當時呢引起了網路上非常大的反彈以及攻擊 那這位設計師他之後要再重拾自己的專業 以及信用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困難 另外一個例子呢就是前陣子這個 謝忻以及阿翔的事件啊 在這事件裡面呢 謝忻他要重新回到演藝圈就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可能就可以說啦 謝忻 is cancelled 說到這種Cancel Culture 我覺得其實有正反兩面喔 正面的意義呢就是 讓每一個公眾人物 無論他的地位有多崇高 都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監督以及監視 如果今天法律沒有辦法制裁這個人 或許公眾呢還是可以制裁他 比如說像是好萊塢前陣子 在MeToo運動的時候呢 爆出了很多非常大咖的導演 其實他們都常常性騷擾女演員喔 那這些人可能在比如說性騷擾啊 或者是種族歧視之後 即便沒有得到法律上面的制裁 也可以因為Cancel Culture 而得到眾人在網路上面的制裁喔 這可以讓每一個公眾人物 對於自己的言行舉止就會更加的小心 那也可以幫助一些在媒體上比較沒有聲音的人呢 得到聲張正義的機會喔 那當然相對的呢 Cancel Culture也有一定的缺點喔 因為相信的每一個人其實都會有犯錯的時候 但是當網路上面的Cancel Culture 非常強盛的時候呢 會讓一個公眾人物 因為一個過錯或一個出包 就讓他就是所有的信用都消失 然後甚至連他的專業都不復存在了 甚至有時候鄉民的正義未必真的就是正義 大家覺得台灣的Cancel Culture有非常強烈嗎 那如果你對Cancel Culture有任何想法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區留言喔 好啦那我們就快點造個句子吧 Cancel Culture on the internet has gone too far Cancel Culture on the internet has gone too far 像是A Century就是100年 那Millennial呢它就是1000年的意思 那當我們講Millennials加上S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呢都是在指所謂的千禧世代 什麼是千禧世代呢? 千禧世代你可以先來看自己是不是屬於千禧世代 基本上就是從1981年到1996年之間出生的人呢 通通都叫Millennials 那Millennials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基本上呢千禧世代他們都受到非常非常好的教育喔 另一方面就是在政治上面也相對比較開放 基本上呢Millennials他們都會支持同婚啊 或者是支持墮胎權等等 總體而言呢Millennials他們就是隨著網路成長 而且呢會比上個保守的世代呢更加開放許多 所以近期呢這個選舉越演越烈嘛 很多人都說這次的選舉呢是所謂的世代之爭 所以我覺得聽起來就有點像是Millennials 也就是千禧世代vsBoomers 也就是戰後嬰兒潮 兩個世代之爭的戰爭 好啦說到這裡 這支影片上線的時候呢應該隔兩天呢 就到了1月11號 所以一定要記得去投票喔 因為Millennials相對呢就是現在還比較年輕的人 所以有可能呢老一輩的人就會說啦 Did you hear what that kid said? 唉...Millennials Did you hear what that kid said? 唉...Millennials Gender Queer 性別酷兒 Gender Queer 那所謂的Gender Queer呢它是屬於一種性別認同喔 那一個Gender Queer呢它通常都會認為 社會上的男生或女生沒有辦法去定義它的性別 Gender Queer呢也可以叫做 Gender Fluid 也就是性別流動 或者是Non Binary 所謂的Binary呢就是二元論 那Non Binary呢就是說它的性別呢是非二元的 也就是不一定是男生也不一定是女生 這部分呢會講到許多這個性別研究的部分 我呢不是性別研究的專家 我有盡量做一些Research 所以呢如果我講錯什麼的話呢 Correct me if I'm wrong 所謂的Gender Queer呢就是它的生理性別可能是男生 但他心裡呢覺得自己是一個女生 Vice Versa就是凡之亦然 有些人可能就覺得說喔那不就是同性戀的意思嗎 但其實呢性別認同跟性侵向是完全兩件不一樣的事情喔 那Gender Queer的人呢可能因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的性別認同無法符合社會給他們的性別認同 所以呢可能成長的過程中就是自我認同產生困難 甚至也有可能被霸凌喔 前陣子呢我回到大學發現大學裡面現在有越來越多 所謂的性別友善廁所 其實這就是大家對於Gender Queer的意識慢慢提升了 那在美國呢Gender Queer的討論已經非常非常多年了 甚至呢延伸到了語言的層面 那因為He跟She呢分別就是標籤的男生跟女生 所以後來呢就找到了一個中性的第三人稱代名詞 也就是they 你心裡想的意思就是 嗯...they不是在講他們嗎 現在有越來越多人呢把they當作是Gender Queer 就是性別酷兒的第三人稱代名詞 那甚至在2020年的時候呢 美國的語言學家還投票將這個第三人稱單數的they 當作是這10年來最重要的一個新單詞 那我們就快點來造個句子吧 In recent years the western society has recognized Gender Queer identities In recent years the western society has recognized Gender Queer identities 好啦以上就是2020年因為時代的眼鏡而出現四個 你必須要會的單字喔 這四個單字呢真的並不是非常冷屁 Alright I hope you enjoy this video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別忘了幫我點讚還有訂閱 另外呢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上面有很多英文時期的字卡喔 Anyways I think that's about it for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guys really soon Bye And I'll see you guys